石家庄真成了试点城市了 真的开放了 有网友表示 有点害怕 以后公共场所不看核酸了 核酸点也要取消了 一天新增500个 结果幼儿园小学全部通知开学了 突然放开 大家都不敢出去了 还有网友说 抗疫这三年做核酸 查双码 几乎跟一日三餐一样习惯了 现在突然之间调整了 很多人却接受不了了 不习惯了 石家庄放开的新闻一下子轰动了 反而让石家庄当局害怕了 石家庄市委书记张超超14日表示 石家庄绝不是躺平 放任不管也绝不是全面放开 仅仅在几天前的11月10号 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 习近平还强调坚定不移的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但是仅仅在第二天 中国国务院就出台了一个防疫二十条 这看上去很是在向于习近平对着干 其实在传出石家庄解放了的消息的当天 就传出了还有一些其他城市也开始放松 取消区域全员核酸检测的消息 国务院二十条明显放松了苛刻的清零要求 强调反对一刀切 取消大规模的核酸 强调精准防疫 这不就是一些中国科学家早就强调过的吗 为什么同样是来自上层的决策 却非常的自相矛盾呢 好像是以国务院二十条这个矛 要去戳常委会坚决清零那个盾 有人怀疑这叫做只说不做 中国的清零已经清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为什么还不取消 一些分析人士早就指出 因为这是习近平亲自决定的 如果取消了 就会被视为是习近平个人的失败 清零不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 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但是要取消习近平亲自决定的清零政策 习近平下不了台怎么办 这个国务院二十条有观察人士怀疑 就是为逐步取消清零铺路的 换句话说 就是为了习近平找个台阶下 这个石家庄就是打响了取消清零的第一炮 但石家庄当局还必须得高喊出 我们反对躺平 清零不得人心 习近平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体面的退出清零 如何不让人去联想 原来清零政策失败了 有人说 为什么在政治局常委还强调坚持清零的第二天 国务院就出了一个反对一刀切的二十条 反对一刀切的用心很深 一方面放宽政策 一方面把清零引发的灾难灌醉于地方 中央的决策是好的 下面走歪了 理解错了 搞了扩大化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经济恶化 财政支持不下去了 一位不愿署名的公卫专家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 大规模的核酸检测给不少地方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人民日报在11月14日发表署名众阴的评论说 要坚定不移落实1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 但这句话是不完整的 把通常紧跟在后边的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取消了 同样是仲英发表的文章 在12日发表了题为坚决打赢常态化疫情防控攻坚战一文中 就提到了两次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和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同一作者13日发表的题为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文中 也强调了三个坚定不移 其中一个就是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这是一时疏忽还是故意而为之呢 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15日仲英发表题为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一遍又一遍不耐其反的提及到动态清零 好像是为了14号没有提到动态清零总方针 弥补过错似的 让人感觉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种力量在拉锯 拉来拉去 有学者认为习近平在现阶段不会明确的宣布 在某个不长的时间点之内放弃动态清零 这不但因为疫情还很严峻 更在于动态清零是他过去三年来最大的政治资产 虽然这一政治资产正在变成他的政治包袱 但他还不想给人留下这种印象 因为明确定出一个时间点 就等于宣告他的防疫政策失败了 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 之所以在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次生灾害的情况下 硬是折腾这么久 就是因为习近平 因为他要确保三连任 他需要拿出一份防疫的漂亮成绩单 向世人展示他亲自指挥下的中国抗疫 取得的成果最大 新冠死亡的人数最少 至于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次生灾害 有多少人成了意外牺牲品 这些数据是不会公布的 有学者认为 现在的二十大已经闭幕了 三连任已经到手了 因此习近平也就可以比较务实的考虑和调整防疫措施了 这就在此证明 中国的动态清零 如纽约时报的文章所说 其实不过是一场为习近平一个人表演的政治运动